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贡双莱 是逆波县林野局的副局长 分管银草林工作已经四年多了 通过银草林工作 主要搞支配飞富这块 通过荒山草林 还有推耕地环林 还有丰山玉林 推耕环林主要涉及到 每年都要进行检查链收 检查群众对推耕环林的管护到位没有 推耕地 还在保持生态作用没有 然后每年我们通过检查以后 汇总以后再进行补助 推耕环林的补助进行补偿 我们现从2002年开始搞推耕环林四点 然后2003年全面铺开 到05年全部结束 全线的推耕地环林是3.9万 我们第一轮的推耕环林 主要的超林树种 有生态分为两块 一个是生态林和金果林 主要是松树 还有一些板栗 竹类 竹者 比如马竹 金果林主要有蜜柚 琵琶 桃子 退耕环林以后 它一块是直被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提高了 第二个就是群众的这个收入 在我个人认为是有所增加的 特别是一些涉及金果林种植的情况 1995年开始超的林 当时我们种地那个玉米收成没有多好 我们自己种了桃园 桃园一某桃园一年能赚了几百块 后来就改种蜜柚 蜜柚的年传量如果盛传的时候一某达到六千斤左右 我们就开始超林 这样把原来我的耕地呢 那个地址我们农民是种了玉米 棉花豆子这样的传量很低嘛 是吗 后来我们就改种了果园 这样子把它变成桃园变成那个蜜柚园地啊 这样子 群众的收入比较高一些嘛 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看到人家的市场 人家正在做的 把它改种以后它的传量比较好 它只是传量那个里面有增值的 种植出它的庄稼比较增值而已 使农民的收入经济比较发展一点 是这样子 因为自己国家政策考虑到农民 种那个玉米收成很低 没有什么 就把它推荐到 第一要推荐了 还要给农民的生活补助 我们政府从现在推荐完 大家都希望政府继续扶植下去 但是种那个玉米嘛 收入也不太高嘛 因为家庭太困难 种那个玉米 养那个猪啊 也不好 像我们那时候收的玉米 你一样一头猪 你要还要那个喂饲料啊 什么钱啊都投进里面了 到卖的时候也没有多少收入嘛 退根了以后我老公跟我说 我就跟他商量就是这样种 自己就想发 种一部分那个桃子嘛 也是收入 桃子那个成熟也是很快的 摘那个红心柚嘛 红心柚那个苗子也是国家给的嘛 这个退根反正对我们也有好处 收入也很高的哦 像种田嘛也没那么多 像田我们也现在也还是在种啊 所以有那个水果嘛也补助 家里面也是很多的 变化很大的 当时种那些玉米的时候 你一收那个玉米去 坡上全是荒的嘛 就是好像空气也不太好 跟现在也不是一样哦 现在那个摘那个药子到处都是绿晕晕的嘛 风景也是蛮好的 空气也好好 了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